欢迎参加三代阅读情百年教育心国语日报65周年社庆活动 今天现场贵宾云集 先为大家介绍国语日报社董事长黄启芳先生 国语日报社社长冯继梅女士 国语日报社前董事长林良先生 接下来介绍贵宾 欢迎副总统吴敦毅先生 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吴清山先生 教育部高教师师长黄文玲女士 国立台湾图书馆馆长陈雪玉女士 中央社董事长陈国祥先生 联合报副社长严光佑先生 另外我们也要特别欢迎 今年刚刚当选十大杰出青年的李柏毅先生来到现场 其实今天现场还有许许多多国语日报的好朋友 但是限于时间无法一一介绍 非常欢迎大家热情的光临 活动一开始我们要先请国立日报社董事长黄启芳先生致辞 掌声欢迎黄董事长 副总统各位贵宾 首先我要代表报社 向向副总统及各位贵宾表示最高的崇敬和谢意 今天在百门之中能够薄荣来参加国立日报社 六十五周年的社群茶会 给我们鼓励 为我们打气 和我们一起享受社群的温馨和欢喜 六十五年来 国立日报社一直秉持以办教育的用心来办报 也一直努力地自我提升 开创新游 希望我们的用心和努力 能够提供语文文化教育 更多元更切实的服务 能够成为学校家长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了几位 当年国立日报的小读者 而如今呢 在各个领域都有非常杰出 又有影响力的大朋友 他们的告白 可以证明 国立日报是可以赴传子 子传孙三代共同阅读的报刊 而在会场的四周 我们特别展示了 这六十五年来 暴色不断求进步的真实图像 希望在回顾中 更能激励全体同仁 坚持理念 与时俱进的精神 也期盼各位贵宾的指教 古人说 一年数古 十年数墓 百年数人 教育的目的 就是在培育人才 六十五年来 国立日报社 除了致力于语文文化教育的推展外 也积极地培育 发掘了人才 无论是 儿童文学作家 或是桌球国手 国立日报 从来就是以百年数人的教育理念 自齐 今后 在各位贵宾的鼓励之下 我们将更求精进 继续服务读者 回馈社会 过了今天 国立日报就迈入了 第六十六年 六六大顺 祝福国立日报的未来 会越好 也祝福各位贵宾 身心健康 万事如意 再次谢谢副总统 跟各位贵宾的力量 谢谢